很多人都想說當youtuber是不是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是不是可以月入百萬 真的嗎 我現在總共大概是90萬的view數 但是收入多少錢呢 比一千塊美金 現在很多年輕人的前三大志願 就以後想要當著職業 youtuber就是其中之一 然後我是一個新手youtuber 那個領域就是開始經營自己的頻道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以我現在頻道經營四個月 我現在訂閱數大概是兩萬四千多 不錯喔 還可以嗎 還可以啊 很好 因為現在競爭真的非常激烈 然後我現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總共大概是 到目前我大概上傳了二十支影片左右 total的view數大概是90萬的view數 90萬 但是收入多少錢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在幹嘛 我不覺得是應該很多 就是youtuber都不會讓你賺錢 這是實話 我再聽一下差不多一千塊美金之類的吧 總共 一千塊美金更少 真假的 713塊美金 兩萬多塊台幣 對 天媽 但是我們的成本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成本 然後一支影片的成本大概差不多是六千塊 對 所以我現在二十之後等於成本就有十二萬了 但是我收入只有兩萬塊 所以我現在倒賠十萬 哈哈哈哈 其實就是youtube頻道沒有你想像中的這麼好賺 基本上呢 我先說youtube頻道要怎麼賺錢 它有兩個先決條件 第一個條件呢 你首先的訂閱數要先超過一千個人 一千個人很簡單嘛 其實不簡單喔 以一個數人來講 你要一千個人來訂閱 也是有點門檻 第二個門檻更高 第二個門檻它說你過去十二個月內 就是你的有效公開的影片觀看次數要超過四千個小時 二十四萬分鐘 就在你一開始上片的那幾支呢 基本上是不會賺錢的 它等到你累積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後面它才開始讓你賺錢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靠youtube的觀看數來賺錢的話呢 必須要每一個影片喔 一定要PO100萬 200萬 300萬 太難了 因為台灣的人口數也沒有那麼多 對啊 如果你在美國也許比較容易一點點 但是台灣人口數沒有那麼多嘛 所以那就是為什麼有一些很多youtube頻道 有些影片他們會做英文摸入為主 他的view數比較容易可以擴充 因為看的人可以比較多 對 所以為什麼要靠業配呢 其實真的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以為 youtube很好賺 其實很多那個叫什麼 血淚 對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這些機器啊 我的頻道裡面 比如說空拍機啊 還有機器 還有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外面的人來幫我們拍等等 喔 成本很高 但我知道有些youtube他們自己拍 然後都自己剪 所以有時候其實像是一個禮拜上一支影片子 其實壓力也蠻大的 嗯 因為你剪片需要很多很多時間 他的後製需要很多很多時間這樣 是啊 youtube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這麼好賺錢 我發現youtube有幾個習性喔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呢 youtube他喜歡 新的創作者 然後第二個呢 他當然喜歡你固定時間可以更新片子 可是我覺得現在這一點 目前好像越來越不是那麼明顯 好像你一段時間沒有更新 你後來再更新他也會鼓勵你 他就讓你就是 觸及力又變多 然後第三點呢 其實youtube的經營方式 跟facebook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youtube基本上是比較獨特性主題 會比較容易受歡迎 你也比較容易吸引到 不是原先訂閱你的人來收看 youtube上面的view數啊 基本上差不多是 10秒以上 就是他觀看你的影片 10秒以上 他才算一次view 然後fb大概是3秒以上 他就算一次view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會一樣的影片 為什麼在fb上面的view數比較多 或youtube比較少 其實原因是這個 所以基本上youtube上面 你看到的view數呢 是比較是真實的 因為一個人如果可以看你的影片 超過10秒以上 表示他對這個影片 已經有一個興趣了 他才會看 不然他可能打開兩秒 他就跑掉 對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囉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